小周,你能讲讲最奇葩的运营故事吗? 那这件事,一定是今年所有游戏里最奇葩的运营事故了 12月5日,战双帕米10的手游正式开服 由于开局奖励设置的极不合理,造成了口碑下滑 令玩家奇怪的是,当天中午,某大区的全体用户收到了神秘邮件 价值1000元的黑卡奖励 10分钟后,游戏开启了紧急维护 但由于邮件是现实领取的,许多玩家根本没有领到 而手快领到奖励的玩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回档了 当然也有并没回档的幸运额 就在玩家对这件事情议论纷纷时,官方开启了直播 但游戏的制作人,不仅没有正面回应补偿方案 反而一句 我们就是把你们当晚看才会出来直播 彻底让玩家们炸开了锅 之后,官方更是开启了自首渠道 企图让领到一万黑卡的用户自首 游戏的补偿方案更是抠到极致 条件极为苛刻,完全是把玩家当成韭菜哥了 最后,对于我这种没有领到奖励的玩家 我只想说